乌龙茶,中国六大茶类中最复杂的一类 令众多茶友们痴狂,却又同时令人迷惑 对于相当一部分的茶友来说 甚至第一次听到乌龙茶的名字是因为某一款饮料 乌龙茶涵盖了我们对中国茶认知的大部分盲区 那么我们今天就从三个角度来定乌龙茶是什么 乌龙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类目 想要说明白这个问题,还真的要在多个角度来下定义 定义一,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的总称 说起六大茶类的分类方法 在往期视频中我们做过详细的介绍 中国六大茶类按照发酵度的轻重来做区分 包括不发酵的绿茶,微发酵的黄茶,白茶 全发酵的红茶和后发酵的黑茶 在微发酵和全发酵之间还有着一个巨大的跨度 我们称之为半发酵 而发酵度在这个范畴之内的茶 可以笼统地将其归类为乌龙茶的行列 想要做到半发酵,其实对工艺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笼统地说,乌龙茶的工艺 包括尾雕,做青,炒青,揉碾和烘焙 其中做青,揉碾和烘焙三个环节 是导致乌龙茶茶类特征分化的起点 直白说,就是这几个环节的差异 造就了不同风格的乌龙茶种类 一,做青是形成乌龙茶品质风格的关键因素 全过程由摇青和晾青交替进行 原理是通过多次摇青 使得茶青叶片不断受到震动,摩擦和碰撞 叶元细胞逐步损伤并均匀加深 诱发霉醋氧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摇青动作的积累 形成绿叶香红边的品质特征 做青十分考验制茶师傅的经验 就要考虑到茶青的情况,天气的情况 每个批次,不同时间,对做青的要求都是不同的 我们说发酵,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发酵是从伪雕开始的 因为我们对发酵过程的起点有争论 前者是指开始发酵 而后者是指准备发酵 不过根据不同茶类的不同要求 乌龙茶的发酵也会有所差异 通常来说,我们认为乌龙茶的发酵度 在10%到70%之间不等 不过从铁观音称王称霸的年代开始 发酵度偏轻,以追求香气 也逐渐变成了一个趋势 二,说到铁观音 就一定要说乌龙茶工艺中的柔年 我们平时见到的乌龙茶 有调锁状的,有球状的,也有块状的 很是让人摸不清头脑 其实这主要是揉碾及造型方式的不同导致的 铁观音在揉碾时会用到包揉的方法 会让叶片逐渐卷曲成球状 揉碾越重往往越紧实 而我们通常见到的五一盐茶 凤凰单从都是调锁状的 这种揉碾的方式与绿茶红茶极近相似 而块状的张平水仙 则是在揉碾后造型时用模具压柱成型的 要特别指出的是铁观音 在当下普遍应用的新工艺中 加入了去红边的工艺 发酵时焦化的红边在包揉前被去掉 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在铁观音里看到 三红七绿,绿叶香红边的特征 叶片的叶圆也会因此呈现为不规律的锯齿状 三,再来说烘焙 准确地说,烘焙的过程可以理解为 烘干与备火两重含义 都是利用碳火的温度来稳定茶叶特征的做法 在所有乌龙茶里,对火供要求最高的要数五一盐茶 在基本的毛火烘干后 还要有二到足火,三到炖火才能完成 按照火供不同又可以分为轻火盐茶 中火盐茶和高火盐茶等 随着火供的增高 香气逐渐减弱 汤感也会越来越完美 这样就造就了重香与重汤感两种风格 在香与水之间如何平衡 也是众多盐茶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当然在其他乌龙茶类中一样也会用到备火的技术 凤凰丹丛在复备时 温度的不同会使得茶的香气出现不同的特点 比如稍低一点花香会更好 稍高一点则蜜香会更咸 铁观音也有一个碳背铁观音的流派 只是一些不好的茶给我们带来了更多负面的印象 定义二 乌龙茶是一大类商品的总称 综合上面的定义一来看 从工艺上来说 半发酵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范围 虽然这些茶都是乌龙茶 但流派众多 变化也多 这也是让我们众多茶友 摸不清楚头脑的根源所在 不过虽然流派众多 但无外乎我们常见的四大代表 以铁观音为代表的闽南乌龙 以五一盐茶为代表的闽北乌龙 以凤凰丹丛为代表的广东乌龙 和以洞顶乌龙为代表的台湾乌龙 四大类乌龙茶各有特点 但无外乎活干清香 铁观音与凤凰丹丛种香 前者是清香型的代表 五一盐茶也有盐谷花香之美誉 但更重视茶汤的活活泼灵动 而茶汤的清新纯净 则是台湾乌龙最典型的特点 活干清香 无论哪方面有突出的优势 都是一泡极品烤乌龙 所以虽然乌龙茶是一个 十分庞大的商品类目 但如果能从风格上来做区分 就清晰了许多 哪怕是小众的选项 也会因为有了参照而变得简单了 比如小众一点的张品水仙 香气雅致是其典型特征 虽然也属于清香型的茶 但汤感要比铁观音更厚重一些 又不及盐茶那么醇厚 是介于两指之间的一个选项 之所以说乌龙茶是一个庞大的类目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产区 并不是所有的茶都来自核心产区 比如安息之外一样有铁观音出产 这些核心产区之外的茶 也同样会被归拢在乌龙茶的类目之下 亦或是工艺有所调整 具备了地区性的属性 不论是出于仿冒还是创新的目的 这些茶都算作是乌龙茶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第三个定义 定义三 乌龙茶是一类茶树品种的总称 乌龙茶的复杂 给茶友们最直观的感受 一定是来自于名字 比如永春佛首 是以名为佛首的茶树品种制成 因为叶片外观似佛首而得名 比如平和白牙齐兰 也是以白牙齐兰的树种命名 而佛首与齐兰当下则在盐茶中再次被发扬光大 尤其是佛首追捧盐茶小品种的那些年 因为稀少到一炮难求 甚至被冠以金佛首的名号 比如铁观音需要以名为铁观音的茶树品种制作 但为了经济利益 也会由以本山 毛屑 梅栈 金观音 黄金贵 制成来冒充 而其中的梅栈也会被经常拿来制作红茶 金观音做成盐茶则更能体现其特点 但不论怎么说 正经的铁观音还是要以铁观音的茶树品种制成才算正宗 五一盐茶的命名规则是以茶树的品种命名的 因此看起来会更直观一些 比如说如今当家的水仙 肉桂 四大名丛的白机关 铁罗汉 水晶龟 与半天腰 以及众多的小品种 春兰 雀蛇 黄观音 金牡丹 包括上面提到的佛首也叫雪梨 金观音 祁兰 这些都各具特色 台湾乌龙的命名规则则更融合一些 有以地区命名的比如洞顶乌龙 梨山 阿里山 也有以茶树品种命名的比如金轩 凤凰丹丛的命名规则则凌乱许多 但细究下来也会有规律 比如常见的以香型命名 黄之香 芝兰香 蜜兰香 桂花香 玉兰香 叶兰香 莫莉花香 杏仁香 肉桂香 姜花香 是凤凰丹丛的十大香型 按照茶树的树形 叶片特征又有不同的划分 还有以发生的事件之类而命名的特殊教法 比如八仙 老仙翁 巨多仔 通天香等等 看完今天的视频 相信大家对乌龙茶的概念 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 这也将为我们未来的进阶做好铺垫 关于乌龙茶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 后面我们慢慢聊 最后一会儿 我们再聊一下 我们再聊一下 我们再聊一下